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委员赖士宝 立法委员谢龙介 民众党发言人吴宜轩 好 观众朋友 南太平洋的岛国诺鲁 今年一月跟我们断交 跟我们中华民国分手 立刻转入中国大陆的怀抱 我们看到诺鲁总统最近到北京去访问 今天跟习近平见面了 我们来看看 25号下午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年初刚与台湾断交的怒鲁总统阿定安 天安门广场上 明里号21响 大陆外长王毅等官员一次排开 和习近平高规格欢迎怒鲁总统 习近平和阿定安还共同见证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 经济发展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 有好不分先后 只要开启就有光明的前途 合作不论大小 只要真诚就会有丰硕成果 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外交互动以及冲突都牵动国际角力 但近期南韩最大在野党党魁李在明 在质疑尹习岳政府介入两岸关系必要性时 说道 两岸问题与南韩无关 针对两岸问题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则提出最新评论 他分析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70岁 要动武会在未来十年内 但无论武统或是和平统一都不大可能成功 结局只会习近平讲戒实话 也就是只能表面上继续高喊 陆委会咨询委员近期则是提醒 习近平对台没有动武理由 但还是得防范非意图性的意外 和对台经济统战的影响力 好 我们第一趴谈的是这个国际政治 以及两岸的关系 观众朋友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画面 其实里头已经包了好几题在里头 包括南韩的最大在野党的主席 他讲说你们中国大陆跟台湾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韩国无关 他批评执政党你屈从中国 这个不是执政党批他说你屈从中国 在野党说不要对中国大陆 也不要对台湾的问题多过琢磨 你就跟中国大陆说声谢谢 你不要刺激他 跟我们台湾也说谢谢就好了 所以执政党包括所谓的这些执政的力量 都说你这个就是屈从中国 你不批评就是屈从中国 而观众朋友刚刚也看到日本的学者 松田康博 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 他说习近平想要夺台湾 不大可能会成功 只能表面喊一喊统一 公共娘 另外他还说习近平将讲戒实话 他也相信台海中间的所谓的战争 大家都在谈论 他说信则无 不信则有 讲的很有哲学的味道 而另外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要出席海军的 安万江这个 安江跟万江舰的交舰典礼 这个有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巡航舰 国舰国造即将交舰 蔡英文总统会亲自出席 至于太平岛的问题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在野党5月16号要登岛 蔡总统会不会在信任之前 登上太平岛 现在大家也都在看 来 先请教大佬怎么看 你一节里头 激进这么多东西 你要我从何评论开始 我觉得是这样 习近平接见诺鲁的总统 这个是应该有的 建教以后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南韩的在野党领袖 他表示他的看法 对台海的看法 这有他评论的自由 有他的立场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我们的军舰 这个巡航舰起稍交接 这个我倒是有所感触 因为两岸的力量太悬殊了 所以我们如果有军舰造成 可以交接 我们都把它当成一回事 因为我真的是 拼了吃奶的力气 才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看在老共的眼里 这个事就是这样 peanuts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说两岸对峙 完全靠军事 我们这个不是办法 这个要有智慧 要有长远的考量 所以马英九这一趟中国之行 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点点 这个是值得讨论 我是存疑的 最后就是说 马英九赞成蔡英文总统 去太平岛 这一点我有点压抑 因为这个是国民党这一边 目前虽然他已经卸任了 但是他是位置曾经一度是最高的人 出来主张你蔡总统也要去太平岛 你晓得这个去不去太平岛 本来民进党也是一窝蜂赞成 但是后来都退掉了 剩下一个参议委员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高层一定有所讯息说 不宜绝对不要去 就算没事 只要稍微有一点差错 脸上就土头灰脸不光彩 所以还是不要去 所以我觉得高层有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民进党团 等一下问他有没有接到这个讯息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去 我们去主权去插国旗 你为什么都没有动作 我是怀疑我这一点 但是马英佐这一趟去了 他插了这一句 他赞成蔡英文总统去 这个就值得考量 值得耐人寻味 就是说他如果有某种管道 晓得没事 你要跟我八年前一样 去去去 伸张主权 如果真的是有得到这样的默许 或是承诺 我佩服你 但是我不太相信 为什么 因为八年前 这个老共看马英九的举动 因为你是主张 九二共事 主权重叠 在主权重叠之下 在南海的正立 你等于是替我管这个岛 你的就是我的 你管的就是我管的 这个可以不出事情 我可以 我可以忍受 因为总比我正式出面 跟老美 跟费兵 搞得很紧张好 但是现在已经经过八年 民进党的统治 这个是不是还有这个氛围 还有这个味道 马英九这个是不是真的吞下去 还有老共会不会默许他 因为老共愿意接受 愿意承认马英九的九二共事 两个主权重叠 我一直是怀疑的 所以这一点才是有趣的地方 是 红路委员有接到指示吗 没有 什么接到指示 其实在上一届 就有很多立委也有说 要去太平岛了 尤其是内政委员会 因为我们现在太平岛 其实是海巡在驻守 并不是国防部的国军在驻守 是海巡 如果真的要去的话 其实内政委员会 其实是最有代表性的 因为海巡就是在内政委员会 所以上一届就有人说要去的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去的里面的细节 这个真的是 不是我们说买个机票 想去就去 这个 再来 什么细节 我跟你讲 这个细节很多 我跟妳讲 来 不是不是害怕 光几个人要去 你要坐飞机 坐运输机 还是要坐船 坐船是不大可能的 这个选项不大可能 你要坐运输机也好 还是你要坐人家定期的搬机也好 你定期的搬机 你的机位本来就在那边了 这技术性的应该不难解决 对 我就说技术性 就有很多的问题了 上次就可能 很容易解决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再来 南海的情势 本来就是现在轨局多变 我跟讲 谁 希望现在的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去 我认为连习近平都不一定希望 最想要去的就是国民党的立委 他现在去 反正讲好是宣誓主权 但你就搅烂了南海的一池春水 我跟你讲 中国跟菲律宾 现在在很多的小岛 在这边有所冲突 我们台湾好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搅烂 跟他们和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全台湾六成以上的人 都不希望台湾卷入任何的战争 你一个执政者 你应该以这个前提为重要 我跟你讲 要宣誓主权 我也不认为 一定要蔡总统亲自到 完全不需要 南海这边 菲律宾跟美国的确有一点冲突 我们看到他们的海警队 跟中国也有 对 是跟中国大陆 然后有互相用水炮攻击的 主要是为了一个岛礁 来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是国防外交文位出面 照理讲他讲的没错 海巡 所以应该是内政委员会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外交部长 很伟大 看啊看啊谈 说现在南海局势紧张 我们去的话 变成一个制造困难 英文来讲就trouble maker 所以我们想要不要去 我就当场 我在咨询就呛他 我说如果按照你这样逻辑通的话 或者现在鸿鹿兄 讲的逻辑通的话 那就是说你们如果在国外 刚好在国外 是不是要两岸打起来说 台湾海峡现在打仗了危险了 这样不要回去 可以这样子吗 那是领土 你家长太平岛的 不要忘了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的领土 领土的最高的家长 就是蔡英文 当然要去 第二个马总统他去的老沈刚才 夸了一句 然后要把他收回来 他那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 说出来的是美国的压力 陈碎扁那时候也去 同样理由 如果洪璐兄讲的成立的话 陈碎扁为什么去 为什么敢去 都有美国压力 美国就希望你不要来 不要忘了其实2016年蔡英文上任之前 没多久国际法庭 海牙法庭 就判了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七十大陆 说这个不是岛 这是家 讲什么意思 经济海域就变12海里 岛的话是200海里 我们的经济移民 我们的这些产权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利益通通被吸湿掉了 从200海里变成12海里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这个时候说 他们占领密布等等 拜托 我们的军备一直增加 难道没有办法锁住我们的安全吗 然后我打死也不相信说 蔡英文总统飞太平岛的时候 老公会去打他 老公敢打吗 绝对不敢打的 是不是 所以回过来我要总结一句话 简单来讲就是美国的压力 因为美国就希望你不要来插 我跟菲律宾的事情 中国的火煞煞煞你都不要来 我们没有讲这变成是 变成是谁的家里 不知道是谁的家 老公刚好就变成他们的 所以虽然你现在在这里花了十几亿 刚花十几亿今天 今天起用典礼 马头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可以去一下 马上去 真的人民是非常失望的 2016年当海牙的国际法庭 判定我们太平岛是礁不是岛 我记得刚刚上任的蔡总统 那个时候有说没有办法接受 他用嘴巴讲 可是行动上有支持吗 我们来进一下广告 绍康战情室已经十年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为了感谢 所以我们现在举办抽奖活动 你只要留言说 我为什么要看绍康战情室 留言越多 得到奖的机会越多 而且是精美的礼品要送给你 请你赶快来留言 好 马英九前总统昨天宣布 他4月1号要登陆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我们看到有没有可能 马席二会呢 9年前 这两个人在新加坡见面握手了 有没有可能二会 我们看到包括马半说 希望能再跟老朋友碰面 这个老朋友指的是习近平妈 今天消息曾有接受访问 他说一切相关的讯息都在安排中 相关的程序都在安排 不过因为我们是客人 对方是主人 所以一切尊重中国大陆的安排 我们来看看 马前总统4月1号将二度访问中国大陆 行程规划包括大陆政治中心首都北京 会不会马席二会将随团的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肖旭曾表示 马英九是客人 一切客随主便 希望能够在2015年之后 有机会能够再跟老朋友碰面 但一切都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 对于马席二会没证实也没否认 因为若按照2023年第一次访问的安排 最后决定权的确如肖旭曾所说 是由陆方公布讯息为主 马席如果见面 陆方接待规格 到彼此如何称呼都是学问 年初大选前 马前总统一句 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 导致包括侯友宜等同党员事切割 这次如果马席二会 栏尾乐观齐成 针对马英九二访大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发表评论 他也有他一定的高度 所以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 我是不会反对他取来 2023年马英九以计组为主论调 这次在两岸紧张情势升温之际二访 能否当面和习近平阐述台湾民众的忧虑 争取任内提出的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成为外界评论此行实质意义 和高度的观察重点 好 总统府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 总统府发言人说 我们会有后续的安全事宜 给马总统来做一个协助 那安全当然是最重要 他是我们的现任元首嘛 另外呢 我们看到了 赖总统即将就职了 520的就职演说 大家都在瞩目 万众瞩目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马前总统再度放路 那当然外界也在看 会不会牵动这个就职演说的内容呢 柯文哲民众党这边的态度是什么呢 他说马英九访路有一定的高度 有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做 来 请教这个伟汉 这是废话 马英九访路是第二次去中国大陆 他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去过 去年是第一次 所以去年去的5个城市 今年没有再去 新的城市广东 还有去陕西跟北京这三个地方 都是第一次去 北京大家倒是想说 北京有习近平 上去年去的时候都讲 去上海 去哪里 去武汉 会不会见习近平没有 但是你看国台办的主任宋涛 又是王沪宁会不会见 马办的执行长 消息人回答是客随主便 习近平那就说非常希望见面 跟宋涛见面 客随主便 随便你安排 跟习近平希望一见 所以大会解读说 那看起来是有谱 要不然如果说他有可能要见 但是却是个机敏讯息的话 一定讲说 目前没有任何安排 有状况再跟大家说 怎么会主动说希望 你主动说希望 后来没见到不是说Docs 大家会这样想 但是我跟大家说 这事情应该还没有完全底定 就看起来是有机会见 萧继城多次跟大家报告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应大陆方面的邀请 马前总统将在4月1号到4月11号 我们跑政治新闻的比较古猛 应大陆方面邀请 谁邀请 我去台南应兄哥的邀请 他要带我去吃肉片 他邀请我他就要带我去 所以谁邀请马前总统 这次去大陆就是关键的 如果是习有意要跟马总统见面的话 一定见得到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还不能讲百分之百 那是谁邀请的 你有问吗 马办并没有对外说 所以就重点在这里 我记得以前在讲瘦肉筋的时候 民进党的前委员田秋景 他有讲过一句话 在野党的监督就是执政党的筹码 比如说在野党反对瘦肉筋 执政党就可以跟美国讲说 你看我没有人反对 所以我可以在 negotiate的过程当中 得到更好的条件 现在也是一样 民进党是执政 民进党两岸的政策 不用因为国民党的改变 但是有人可以跟对岸沟通 可以有交流 你也不用 还没去就讲说 你一定去卖台 看看马前总统去谈得怎么样 降低两岸的敌意 我觉得是会有效果 民进党现在不会再讲 马英九卖台了 第一个没有那个能量 第二个 庄宏吾也讲得很不错 就是说会有适度的安全 因为到520之前 马总统他还享有这个 退职元首的待遇 你当然要保护他 我认为马英九这一次到大陆去 对赖清德是好事 就是一个良善的一个铺陈 那毕竟马总统 对两岸的和平稳定 他确实有贡献 刚刚如大佬讲 他缺一句话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已经有六十半 要七十年的时间 希望选总统最真办法 可以跟北京对话 这种对话对于两岸 不管你用什么意识形态 对话就是化解旗舰最有帮助的 所以这一次去 不管是应谁的要求 应谁的邀请 我的看法是应该会经营的 因为我记得几年前 我听到就提到 那个所谓后会有期 这个就好像通关密码 他们两个却在新加坡 就说后会有期 九年前 如果你再提这个的话 就变成说好像有刻意在安排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以在整个两岸 要面临新局 賴清德起来 为什么我对他一直会认为 他会往中间靠攏 因为青天兄的个性 你们可能没了解 他怎么对40%变50% 一%以上 他自己会这样做 所以包括其他以前旧边的人 说的都没准算 马英九这一次的访问 如果能真有机会 再见到习近平 我如果记得说 因为马前总统 就是你是卸任的中华民国元首 在台海两岸 你的很重要 你的位置很重要 可以帮现任 甚至于下一任的赖总统 现任的蔡英文总统 没有密实 就是民实 就是民着要两岸 现在民进党在台湾执政 也希望让北京 大陆的北京当局 可以体认到 民进党就是 现在中华民国的执政党 打开这个门 把这个门这个窗打开 我想对两岸都会有帮助 农介兄说不是密使 是民使 我没有秘密进行 我是明明白白让媒体去 我刚刚还在讲说 可能各台的媒体都要去 如果是马锡二会真的 这个发生的话 我们来看看民进党内部 可能对于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也有一些微服的调整吗 还是建议 这是退府会的主委李文中 他本身是新潮流的 他欲请赖清德调整逢中必反的基调 这个新闻是怎么出来的呢 据说是他跟丁渝州 这个见面之后 有这样子的一些讨论 丁渝州写了脸书说 我们可能要有一个 中战的一个准备 中战的守则 这个李文中是反对的 可是他对于逢中必反这件事情 对中国的路线这件事情 他可能有一些意见 说不必要逢中必反 陈建仁就讲说 我从来没有 哪有逢中必反 我们民进党政府并没有 李文中更进一步的解释 他说 应该要调整成什么呢 逢藍白铁中必反 如果你铁中那就反 如果没有铁 那就不用反 是这样吗 大佬 不是 是这样 李文中本来就是 我跟他共事也好几年 我了解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 比较有看法 有意见 而且是大炮型的 他不太在乎他新潮流 同志之间的看法 他有话就讲 他也不太在乎后果 官媒做 对他来讲好像也不太在乎 他说不要逢中必反 他是学我的 我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 我讲得更完整 我讲得更完整 就是说 不要逢中必反 文统折怒 见红折兔 你知道吗 现在青年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那个红都改成绿色了 他看到红就想吐 所以 但是这个讲法是对的 因为 为什么是对的 因为我们两边 这个纠葛不清千万年下来 恐怕都还没办法讲清楚 你每次听到中就要反 每次听到痛就要怒 那我们会精神衰弱 身体会衰败 所以我们要养成免疫力 这本来你就要怎么说 你说的关系 我也听到关系 意思是这样 但是李文中 后面的那些补充 我这个就是见高下 他学我前半段 后半段讲这些就是丢脸了 没有必要 不是 没有必要 你何以去定义 藍 白 天中 我要说一个点头 比较真的身体力行的 好 来 宜萱 所以我们看到李文中 他好像说辞反反复复 其实也让人家看不懂 就是说 本来就不应该逢中必反 我们必须要在客观的 理性的态度上面 去跟中国来交流 但是他后面补充这句话 我们也很不认同 现在民进党政府 在执政之下 多少的案子爆出来 还是民进党身体力行在 舔中 轻中 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一边表面上喊着 不要逢中必反 但实际上 如果还是在做抗中保台 在台湾这边操作 内部对立的话 这样子双标 其实不会达到 真正的效果 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 不要把所谓的蓝绿 或者是蓝绿白 放在意识形态这上面 重点还是在于 执政党应该要怎么样 实际的来跟对岸来交流 所以回到马前总统 他的良性互动 为什么柯主席要说 我们他当然有他一定的高度 他身为一个卸任的元首 他到了中国大陆去 他如果能够在对等尊严的状况下去 做互动的话 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去看到 其实刚刚伟翰哥 不只说可以观察这个 他见了谁 他的行程怎么安排 其实包含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台湾的报纸 头版头 不管是联合中国时报 大动作的报道 中国时报甚至引述说 中国大陆那边的官媒 也是大动作的来报道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其实之间 彼此之间或许有一些默契 那到底能够见到 什么样层级的人 我们觉得大家就拭目以待 而且是正面看待 好 请下广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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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